5月份港幅二三档会员游戏名单已经出炉了 今天现在可以下载了 一共15款游戏 第一款大表哥2 这是2进攻 没玩的赶紧玩 直接点下载就可以玩了 虽然它是PS4版 但是在PS5上可以实现动态4K30帧 或者说2K30帧 这样说不会引起争议 锁30帧算是这款游戏 目前在PS5上的唯一短板 游戏是属于那种比较慢节奏的 这游戏相当于两张光盘的容量 它写的是至少89.2G 现在下载的话 估计得100G出去了 我有这款游戏的欧版 但是也有简体中文 但是它的存档和港幅的WR2的存档是不通用的 其实游戏画面还是很好的 第二款游戏 看门狗 这是一代 也是PS4版本 这是玉璧的游戏 在当时这款游戏挺火爆的 不过我不是很爱玩 剩下的我们按照顺序讲 第三款 RG 这是一个独立游戏 是印度背景的 包括音乐都是很印度 画面是这样的 PS5版本做过专属的升级和优化 第四款 这是老滚的online线上版 上古卷轴的线上版 PS5版 下一款 法外枭雄滚石城 这是去年2023年发布的游戏 这个我感觉有点像仿给他 智困一星黎明 这是一个生存游戏 下一款 这叫欺骗公司 这是PS5版本的 也是去年的游戏 游戏画面是这样的 好 下一个猫咪斗鹅龙一代 画面是这样的 像独立游戏 这还有一个猫咪斗鹅龙的二代 画面是这样的 看着有点像手游是吧 好 下一款 乐高大电影2中英韩版 我发现乐高游戏非常喜欢金会员 不知道有没有人玩 我玩过一两个还凑合吧 感觉像给小孩玩的 下一个 工人物语新兴联盟 说到工人物语啊 我在很多年前 也就是刚有电脑那会儿是特别喜欢的 它是那种经营建设 类似于帝国时代或者红井这类的游戏 后来就不怎么玩了 其实主题医院也是这类的游戏 不过主题医院你们不要觉得用手柄玩不好操控 其实主题医院就是双点医院用手柄玩快捷键也是挺舒服的 习惯了就好 不一定非得有鼠标键盘 这是模拟人生4的一个DLC 一个扩展包 它卖320港币 它这个本体是免费的 先点三个点 点查看游戏 这个跟命运2是一样的 然后从这下载本体 本体免费 但是扩展包收费 上下这三个都是三档会员的了 这是极限滑雪还是自行车 这应该是PS1时代的游戏画面 这也是画面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代3D的画面 大概1997年 在1997年能玩到这种画面已经是非常nice了 这是百战天虫吗 一共就是这15款游戏 主要就是大表格2 想玩的没玩过的赶紧玩 说不准他什么时候又出库了 5月份的23档会员 各位觉得怎么样呢